大家好,欢迎收看老陈频道,喜欢老陈讲的故事,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。 这期继续分享《两万新娘》第四集,嗯,城里人都很客气,来到这里学了不少东西,对了,李记者,你去学校也是采访吗? 张晓驴问道,不是,是去见一个朋友,我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,有些以前的同学还在那里上班,时常回去看看。 李文英说道,是吗,真是巧合呀,我出来之前都不知道陈二旦是干什么的,到了才知道他是干保安的。 张晓驴无奈地摇头探道,做保安也分在什么地方做,要是我们小区的保安,是没什么意思。 但是在大学里做保安就不同了,北大有个保安自学成才,都考上研究生了,你在学校里做保安,你没事时也可以去蹭客厅,反正都是大教室,没人知道你是谁。 老师也认不全所有的同学,你可以混进去听听,要是自己感兴趣的,可以多学一些。 李文英随意地说道,不过这话倒是给了张晓驴很大的启发,他从来没想过这一层。 一来自己只是个保安,就这个工作,还是陈二旦求着灵虎呢,自己要是惹了祸事,还不得被开了。 所以他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,和在陈家寨时的张晓驴完全不是一个人。 我也可以去听老师讲课,没人管吗? 小班不行,人少,你去那些大教室听,几百人的大教室,老师根本认不全学生。 坐在后排老老实实地听课,就算是初中毕业,认字吧,听不懂可以多听几次,或者是看看书。 总之,大学的环境很好,你可以试试,不然的话,你真的打算做一辈子保安啊。 李文英说道,嗯,谢谢李记者,我一定考虑一下。 别叫我李记者了。 嗯,以后叫我英姐吧,我的同事都这么叫我。 李文英说道,张晓驴腆腆地笑笑,点点头。 哎,这环境还真是对人的影响挺大的,想想年前在陈家寨时的张晓驴同学,那叫一个意气风发,一言不合就能和人干一仗。 怎么,现在怂了。 李文英喝了点酒,说话也冲了些。 但是张晓驴依然保持着刚刚的状态,并未因为李文英的激将而有所改变,因为他知道,这里不是自己的地盘,自己说了不算。 英姐,你喝多了,别喝了。 虽然张晓驴知道这不是他的酒量,但是他说话确实是有些不对路了。 在李文英的坚持下,张晓驴两人又各自开了一瓶啤酒,这才算是尽兴而归。 李文英很纠结,到底要不要带张晓驴回家去,但是张晓驴却很执着,因为李文英是他在省城唯一认识的城里人。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,要是错过了这机会,或许他再也不能搭上他的关系了。 李文英一定想不到自己在这里正纠结的时候,张晓驴早已想好了下一步的计划。 英姐,你喝多了,我送你回去吧。 张晓驴将李文英的胳膊搭在自己的脖子上,虽然自己有些高,但是弯弯腰还是可以的。 况且,这里离他所住的小区又不远,刚刚就走了几步路而已。 李文英回头扭头看看张晓驴,没说话,只是点点头,张晓驴非常高兴,这是决定性的一步。 而且从他主动联系,自己来看,他的心里并非是没有自己,只是他看不上自己而已。 或者是处在一个矛盾的心态里,最不记的事情就是他只有在寂寞的时候才能想起来,他们或许就是泡友而已。 可是就在到了记者村小区门口时,李文英从他的身上抽回了胳膊,说道,谢谢你送我回来,你回去吧,我自己能回去。 而且李文英非常地决绝,一下子抽回了胳膊,只是白白手示意,张晓驴可以回去了,然后就慢慢向小区里走去。 只剩下张晓驴,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摇摇晃晃的李文英走了进去,他也想进去,但是被保安拦住了。 哥们,我也是保安,咱们是一个公司的,我是今年刚刚到公司的,你让我进去。 张晓驴小声说道,保安看看张晓驴,说道,你没看,人家不愿意吗?这是能强迫吗? 耐心点哥们,你这个时候进去一点用都没有。 张晓驴看着这个保安,卧槽,这都是什么人啊,怎么说的,好像是这么有经验似的。 你让我进去,就一会。 别,我告诉你,这个女人有男人,那个男人还时常来呢, 你要是被堵住了,吃不了多着走,就是要吃的话,也不能在人家家里啊,傻不傻。 保安继续小声说道,卧槽,我,再找机会吧,走吧,我把你放进去,我的饭碗就砸了。 保安说道,张晓驴居然被说得无言以对,也只能是目送着李文英消失在小区里, 然后坐在了保安室里和这个叫大强子的保安闲聊了一会,互加了微信留了电话。 既然是一个公司的,将来自己要是到这里来的话,还是要过这道关,所以先积累一下人情关系。 虽然李文英的关系没搭上,但是她说的话,张晓驴倒是记住了,第二天上午休息的时候,她换上了便服,去了教学楼转了一圈。 果然,很多教室都是大教室,里面很多人都在听课,老师只管讲,听不听完全不管。 张晓驴走了一圈,最后在一间后门开着的教室坐下了,见她进来,后排完手机的几个学生也只是扫了她一眼,根本不搭理她。 从今天开始讲的这些课,都是我过去两年在美国做访学时接触到的最新理论成果。 哈佛商学院虽然不是世界最顶级的商学院,但是也是能排得上号的,希望大家仔细听。 或许将来你们也能成为顶级的大商人,还可能成为中国的首富,世界首富也不一定哦。 所以,我希望大家仔细听,做好笔记,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。 下面我公布一下我的手机号、微信号,有问题随时可以提问。 说完,这名女老师在讲台上的笔记本电脑上点了一下,大屏幕上出现了她的手机号和微信号。 很多学生都拿出来手机拍照留存,张晓驴也大着胆子拿出手机拍了下来。 你是不是傻呀?晚上值班很累的,到处巡逻不说,那样的话你就黑白颠倒了。 陈二旦一听到张晓驴主动申请晚上值勤时,说道。 他们这些当保安的,都不愿意晚上值勤,一个是长夜慢慢很难熬,现在的夜里还是有些冷的,拿着电棍在校园里转悠,想想都觉得难受。 白天站岗太累了,我闲不住,夜里值班,白天睡觉都一样,在家里那一个月熬习惯了,你和虎哥说说,给我调个班吧。 张晓驴说道。 陈二旦叹叹口气,说道,这可是你说的,别到时候受不了再找我换回来,我可不去出这个眉头。 行,没问题。 张晓驴答应道。 他想得很清楚,夜里值班,白天就有时间去大教室里听课,管他什么课,只要是有机会听,都可以听。 总比在港厅那里听陈二旦谈那个破吉他强多了。 张晓驴被林虎叫到了公司里,他们这些人是保安,林虎不得不小心,保安要是坚守自导。 那可是大事,在这之前,就有个小区的保安,也是自己公司的,主动申请夜里值班。 结果趁着职业班,去了家里没人的,业主家里喜结一空,虽然案子破了,人也在通缉。 可是康杰物业公司的名声臭了,那个小区就把康杰物业辞退了。 现在物业公司竞争也是很激烈的,尤其是像他们这种,不是靠在地产商后面的物业公司,更是难混。 你说实话,到底为什么想要职业班呢?是看上学校里的女大学生了? 夜里出去鬼混方便吗? 林虎问道。 虎哥,这怎么可能呢? 我才来了几天啊,我现在,夜里睡不着,陈伟知道。 我在老家熬了一个多月,张小驴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林虎。 只要是自己说了实话,林虎非得开除他不可。 保安就是保安,脱了保安符,还是保安。 还想着去和大学生们一起上课,疯了吧。 林虎听了张小驴的话,再加上陈二旦在一旁为他煽风点火,林虎居然就信了。 但是有个条件,那就是白天没事时,他要随教随到,不许出去鬼混,也不许利用白天的时间出去打工。 虎哥你放心,我下了夜班,除了睡觉,就是在学校里待着。 你要是需要我做其他的,我肯定是随教随到。 张小驴说道。 那就好,打过这玩意吗? 陪我打几圈。 说吧,扔给了张小驴一副拳击手套,刚刚他们进来的时候,林虎正在打沙袋。 我,不会玩这玩意。 当保安不会点不行,要是光会踢正步,遇到危险怎么办?跑吗? 学点打架的本事,至少遇到危险时,你能自保,救人不救人的,那都是后话。 林虎说道。 陈二旦一看,林虎给张小驴发拳击套,迅速撤离到了十米之外,因为当时自己也被他打过,鼻子疼了一星期都没过来,眼睛也被打得有些睁不开。 我真不会玩这玩意。 张小驴再次说道。 不会就学,你才来的时候,站岗都不会,现在不是站得比谁都好吗?你只要是有心学,这里可以学的东西多着呢?来,打我。 林虎说道。 两人都带着拳击套,开始时两人都是绕着圈,等着对方进攻,但是张小驴不敢进攻,因为这样的打架,他确实是没打过,农村干长都逮着什么用什么,拽头发,挠脸,扇耳光,都可以,最狠的就是窝心脚。 但是这些招式,好像是除了窝心脚,其他都用不上啊,手被拳击套包裹住了。 搜索关注公号,调人的于本尊,新书会在每周发布一次免费阅读,所以关注公号,调人的于本尊,福利多多。 如果搜不到公号,加作者微信号,WSF128428。 本书唯一正版网站发布为网易云阅读。 于是,张小驴一直都在躲着灵虎的进攻,虽然是在躲,可是他一直都在找机会。 灵虎追着他打,身上已经挨了好几拳了,虽然不疼,但是灵虎的力道在那里摆着呢,还是不舒服的感觉。 陈二旦一看,灵虎追着张小驴打,紧张的心情放下了一大半,这小子还是懂规矩的。 知道不能,和领导对着干,领导说让你打,那就是和你闹着玩呢,你打了领导试试,不开除,你也会玩死你。 可是陈二旦好像是想得太简单了,就在灵虎在拳台下追着张小驴打的时候,张小驴被追得实在是没地方去了。 一个月升,跳到了拳台上,灵虎这个时候追了过来,他也想着追到拳台上继续和张小驴对打,可是张小驴只是上去而已,瞬间就下来了。 这个时候,灵虎刚刚追到了拳台的位置,也是一个月升想要跳上去,没想到此时张小驴一跃而下,直接就给了灵虎一个窝心脚,直接将他踹到了地上。 这下直接把陈二旦吓坏了,卧槽你这是吃了什么胆,敢打老板。 虎哥,虎哥,没事吧?卧槽,张小驴你傻了,怎么真打呀? 陈二旦想着,先把张小驴骂一顿,省得灵虎一下子急了,把他给开了。 灵虎在陈二旦的搀扶下坐了起来,说道,没事,没事,你这小子这一脚,真他妈厉害啊,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 还不快点去打120,陈二旦吩咐道,不用,没那么严重,好小子,这力气够味道,没事时就来和我打拳, 到时候,我们再决胜负。 说完,灵虎捂着胸口去办公室了。 陈二旦指着张小驴,但是没骂出来,他预测,张小驴在这里干不到月底就会给开了。 还没过试用期呢,就说他不合格多简单的事,张小驴这家伙的驴脾气还真是没智了,自己实在是想帮他的。 可是这下好了,打了公司的领导,你还想在这里混下去,你多大脸呢?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是没用的,还是回去想想怎么给灵虎买点东西贿赂一下,把它能留下。 这真是人在家中做,或从天上来啊,这本就是一件小事,掉个工作时间表而已,怎么就打起来了呢? 二旦,这是虎哥不会生气吧?张小驴偷偷问陈二旦道,我操,你要是被人来了这么一下,你是不是很想立马把人开了? 我告诉你,你这个试用期怕是要完蛋了,就等着被开吧。 陈二旦小声说道,不会吧?虎哥这么小气。 张小驴不信地问道,虽然张小驴嘴上说没事,不在乎,但是他这个人,心思还是挺细腻的,当晚回去值了夜半,下班后没睡觉,就回了公司看望灵虎。 而此时,灵虎早已没事了,还在练习散打。 这一次,张小驴是主动要求和灵虎对打的,不过这一次,张小驴没躲,而是直面灵虎攻击。 他哪是灵虎的对手,几分钟下来,就被打得招架不住了。 但是此时灵虎却开始指点他怎么打,怎么反击,怎么出击,怎么躲开对手的攻击等等。 张小驴此时就明白,灵虎绝不会开除他了。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,等到停下来后,他直接告诉灵虎,自己想学散打,希望灵虎能收下他当徒弟,以前没玩过散打,这么玩起来,觉得还真是好玩。 再说了,学学散打也能防身。 你真想学? 灵虎有些得意地问道,真的想学,你放心,我学不好,绝不会说是你的徒弟,保证不会给你丢人。 张小驴说道,他是想学,但是也没到非学不可的地步,但如果自己真是要拜了灵虎当师父,那他铁定是不会开除自己了,所谓学散打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。 这一点,恐怕灵虎也想不到。不是张小驴狡猾,而是在这城里混,没点心眼,真是混不下去,就像是昨天。 自己一点都不想和灵虎对打,可是灵虎找上了他,他只能是被打得到处跑。 可是灵虎还是追着打,他也是迫不得已,驴脾气上来才反击的。 可是这一反击不要紧,出了问题,按照尘二旦的话,自己都可能混不到试用期结束,不来拜师父还能怎么办。 虽然没人叫张小驴怎么办,但是做人该低头时就得低头,这是他无师自通的本事。 其实也不是,任何人都要学会这一点,当你指望着别人给你一口饭吃的时候,你还能和人家对着干嘛,你吃着人家的饭,还拿着石头砸人家的锅,世上恐怕是没人愿意养活这样的人吧。 我是个当兵的出身,从来没收过徒弟,算了,我没事时教教你就得了,拜师不拜师的,没这些套路。 那不行,我虽然是农村人,但是我们农村人最讲究情一二字,无情无义的事我不能干。 再说了,不信你问问陈伟,我这个人从来不惹事,不会给你添麻烦的,你就收下我吧。 我也很清楚你说的话,做保安的,就是尽职尽责,要是自己不会点本事,还不是被人打。 师父,你就收下我吧。 张小驴言辞恳切地说道,人生就是一场戏,每个人都是演员,那些成功的人,不是演什么像什么,而是演什么就是什么,单单只是像还不够,还得深入到角色里去才行。 而张小驴很显然是做不到演什么是什么,可是他能做到演什么像什么,此时诚恳的样子。 真实的表情,让同事农村出来的灵虎动了感情。 张小驴见他有些异动,此时缺的就是打火机暗下的那一瞬间,迸发出来的火星而已。 于是他当着灵虎的面,双膝跪地,结结实实地磕了一个响头,这把灵虎吓了一跳。 男人轻易不下跪,下跪的事就是天大的事,所以当张小驴跪下的那一瞬间,灵虎就再也绷不住了,立刻双手把张小驴拉了起来。 你小子多大了,还玩这一套,好,你既然这么想学,我就教你,但是你要听我的。 不能半途而废,人的性格基本都是好为人师,只要是能让人听自己说话,说对方不懂的话,自己就感觉到无比的满足,其实这是人类需要倾诉的本性。 这就是为什么,犯人那么害怕被关禁闭,因为那里黑暗,安静,没人说话,这样的环境能把人折磨疯。 张小驴明白,自己晚上值夜班,白天去学习,这是瞒得了一时,瞒不了一时。 总会有人把这事报告给公司领导,也就是灵虎,到时候怎么解释,他一直都没想好。 但是现在这么一来,自己就再也不怕了,自己甚至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主动告诉灵虎。 再说了,只要是自己是灵虎的徒弟这是传出去,谁还敢来灵虎这里给自己上眼药? 哎,怎么说的?你买了什么东西? 张小驴刚刚回去,陈二旦就凑过来问道,买了几个苹果? 啥?就买了几个苹果? 收了吗?路上我自己吃了。 张小驴边换衣服边说道,吃,吃了。 结果呢,你这家伙怎么这么不省心呢?早知道我该跟你去的。 陈二旦自言自语道。 张小驴看看他,说道,从今天开始,灵虎是我师父,我正式拜他为师学习散打, 他还给我定了训练目标,每天围着这个操场跑十公里。 陈二旦怎么也想不到是这个结果,看看手机上的时间,张小驴说道, 我去学校里玩玩,吃饭的时候我帮你把饭买回来。 他不是去玩玩,而是去继续听那个女老师的课, 因为那个女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说,她讲的是做生意发财的课, 这对张小驴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,甚至超过了那个女老师的吸引力。 虽然那个女老师真的很有女人味道,张小驴还还时不时地拿那个女老师和李文英比较, 此时在她的脑子里,陈小霞渐渐淡去了。 我操,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了? 陈二旦看着张小驴的背影,自言自语道。 路上张小驴买了笔记本和一支笔,既然是去上课,总是要装装样子的。 但是他从来不记笔记,因为没地方放,怕被其他保安发现。 好在现在的老师讲课都是PPT,每当一页新的PPT出来,张小驴就拿手机拍照。 大多数同学也都这么干,拍照回去再慢慢学习揣摩。 并且顺利地加上了这位叫做秦思宇老师的微信, 可是他从来没敢发过信息,因为他现在还是个学渣,什么都不懂。 不过这位老师讲的倒是非常好。 而且一个个的案例生动形象,张小驴在不少的教室里听过课。 对他来说,评价这些老师讲的课好不好的唯一标准,那就是他是不是能听懂。 听得懂的都是好老师。 初中毕业的张小驴还没来得及进誓言,学业就结束了。 所以视力超好。 他上课的时候也会开小差,嗯,就是听不懂的时候。 大学里的阶梯教室是从后面向讲台方向逐渐降低的,就像是电影院一样。 所以,坐在后排的同学想要看前排的同学玩手机,基本什么都能看得到。 这一次,真不是张小驴八卦,喜欢看别人微信聊天,是他无意间扫了一眼。 前排的一个男生正在微信聊天,聊天对象是亲爱的雪,一看就是在和情侣聊天。 可是这个男生给对方发出去的一句话让张小驴充满了兴趣,我和秦老师真的没什么。 他是我的老师,我怎么敢? 卧槽,这是什么意思? 秦老师,现在讲课的秦思雨老师也姓秦。 这个男生向自己的女朋友解释自己和老师的关系不是他想的那样,可是到底是哪样啊? 这下张小驴的好奇心瞬间就被点燃了,于是他在听课的同时,基本每隔几秒钟就扫一眼前面这位男生的微信聊天,他一直都在道歉,还时不时地发誓,发红包给女朋友,可是好像结果不是很好。 课间休息的时间到了,张小驴虽然看似低头在记笔记,可是在周围的同学都起身出去放风的时候,他依然在努力地学习。 而此时,前面男生也点开了另外一个人发来的微信,这一次张小驴算是彻底看清楚了。 这个聊天对象确实是秦老师,而且还是秦老师的头像,和自己家的那个头像是一个人。 张小驴此时心虚,不敢抬头看讲台上的秦老师。 而秦老师给前面男生发来的信息也是颇为令张小驴费解,我今天的衣服漂亮吗?快点点评一下,夸夸我。 张小驴实在是不敢再看下去了,于是起身低头离开了座位。 而当他从后门一角看向讲台时,确实是看到秦老师在低头发微信。 而且发完一条之后还会抬头看看那个男生,张小驴的脑子有些不够用。 从聊天的语气来看,这怎么像是老师在调戏学生呢? 城里人真是会玩啊! 这要是在自己家乡,老师才不会搭理学生呢? 恨铁不成钢石,黑板擦那是随时都可能砸下来,哪敢上课与老师聊微信呢? 再次上课了,张小驴回到了座位上,这次看到的男生还在和女朋友道歉。 当然,都是一些好听的话,完全不像是刚刚和老师发微信调情过。 张小驴很想看看他刚刚和秦老师聊的内容,但是不知道是删除了还是不想看,他始终没有打开其他的聊天页面。 一节课很快结束了,张小驴本想等这个男生站起来走出去时看看他到底是谁,但是没想到这个男生好像是屁股被粘在椅子上似的。 全班的人都走干净了,他依然没走。 张小驴躲在教室的外面没动,仔细听着教室里的声音。 不一会,这个男生起身向讲台走去,到了讲台的位置,和秦思雨四目相对。 秦思雨的脸上洋溢着笑容,等到秦思雨收拾完了教科书和电脑,男生伸手提过去,和秦思雨一起出了教室的门。 张小驴从后门的拐角处离开,却看到了一个女生站在走廊的一旁,目送着前面那个男生和秦思雨的背影。 张小驴站在一旁,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但是什么都没发生。 那个女生最后抹了一把眼泪,转身离开了,真是搞不懂这些人心里是怎么想的。 但是很明显,这里面的事情不简单。 他一直跟着这两人到了商学院的办公楼里,看到秦思雨和那个男生进了办公室后,他这才悄悄走过去。 他知道这么做风险很大,可是好奇害死猫这话真的没错。 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巨大推动力,不然的话,我们还在非洲树林里啃香蕉呢。 我刚刚买了芳华的正版碟片,今晚去我家里看电影吧。 秦思雨对那个男生说道。 我,我今晚还有其他老师的课要上,所以。 那就上完了课再说。 上完了课,是不是太晚了? 男生不敢一口回绝,只是试探着解释自己的难处。 也对呀,那就算了吧,行了,把东西放这把,你去忙吧,我看出来了,你比老师还忙呢。 秦思雨说道。 秦思雨这话说的,这不是明摆着心里不满吗? 可是就这么说到这个男生的脸上,真是把他吓坏了。 老师,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。 行了,你不要说了,出去吧,我还有课要备呢。 秦思雨不耐烦地说道。 张小驴小心翼翼地往前走,此时那个男生低着头走了出来,然后带上门下楼去了。 他刚刚下了楼,就拿出了电话,立刻接通后说道。 我刚刚上完课,把他送回来了,还要我晚上去他家看蝶片,吓死我了,我这就去找你。 嗯,等会再说吧。 张小驴没回头,但是经过他的身边时,看清楚了他的长相,回到了警卫室。 你这一天到晚挺精神啊,白天不睡觉,晚上还得巡逻。 陈二旦说道。 精神啥呀,我就是好奇,过上几个月,我就没这精神头了,怎么样,没事吧? 张小驴问道。 没事,你去睡一会,晚上还要值班呢。 陈二旦说道。 晚上八点,张小驴上班了,骑着自行车在学校里到处巡逻。 这个时候,校园里正是人多的时候,所以此时也没什么事发生。 他主要就是去操场旁边的小树林边上坐着,眼看着一对对的情侣进了小树林,然后到后半夜去小树林里打着手电捡东西,什么都有,有时候运气好还能捡到钱。 当然了,大多数时候都是遍地的安全套。 等到西灯的铃声过了之后,校园里的人就少了很多,不时有回来的,多数也是男生巨多。 巡逻到了商学院的办公楼下,此时楼上还有灯亮着,而张小驴仔细想了想,看位置。 这窗户应该是秦思宇老师的办公室吧,于是将自行车停在了楼下,拿着电棍就上了楼。 他想着,可能是忘了关灯了。 因为目的不纯,所以张小驴格外谨慎,刚刚拐过楼梯口,他的脚步就很轻很轻了。 等到差不多走到秦思宇办公室的门口时,确实是听到了办公室里有人在说话。 可是他没敢走得太近,只是听到秦思宇在说话,见货还有男人的声音。 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。 我们当时可是说好了的,工程的是我老公那边没问题,保证做得质量到位,不会让你为难。 你到现在了临时变卦,你什么意思? 秦思宇非常恼火地问道。 你不要着急,这件事学校里还有余地,就看恐副校长怎么汇报这事了,你没和他找招呼吗? 男人的声音很低,依稀能够听得见。 那我的副院长怎么回事,怎么和工程扯到一起去了? 秦思宇问道。 很简单,有人查到了,你老公的公司中标了新学生公寓的项目,还有你的副院长,好事都到你家去了,怎么也得给人留一口吧? 所以,这些人老是去校长那里积外,怎么着? 你是要副院长呢? 还是要了这个工程,你总得给人一口吃的吧? 男人的语气轻松,好像是吃定了秦思宇一样。 你少来这套,副院长是你们请我回来时承诺了的,和工程有个屁的关系,别拿这话读我。 副院长我不会放弃,工程的事也没得商量。 秦思宇非常强硬地说道。 张小驴就听到这里,没敢再听下去,要是被里面的人发现了。 自己这个保安工作是铁定保不住的,于是悄悄地离开了办公楼,但是却没有离开。 而是骑在自行车上,躲在了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处绿植后面,等待着里面的人出来。 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,楼上的灯灭了。 开始时,他还以为这两人会不会在办公室里搞起来。 但是随即这两人就出来了,等到这两人上了车,张小驴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,自己也可以再去别的地方巡逻了。 他将对讲机的声音调到了最低,生怕惊动了这两人。 可是这辆汽车一直都没启动的意思,要不是亲眼看到这两人进去。 他还以为这辆车上没人呢?又是艰难的半小时。 就在张小驴猜测这两人可能是在谈试的时候,司机一侧的门推开了。 秦思雨下了车,蹲在一旁呕呕呕地吐了起来,好像嘴巴里不干净。 吐完了,回头从车上接过来男人递的纸巾,擦了擦嘴巴,汽车这才启动离开。 这他妈的,是什么路数? 张小驴奇怪道,等到确定这辆车不回来了。 他走过去,在他们刚刚停车的地方蹲下来,打开了手垫,看地上秦思雨刚刚吐的东西,像是粘鼻涕一样的东西,吐了好几个地方。 再看看那张纸巾,张小驴鬼使神钗地用手捏着纸巾的一脚拿了起来,没什么特别的。 但是他居然闻了闻,卧槽,这个味道太熟悉了。 狗男女,这真是人不可貌相啊,上课时和男学生发微信调情,晚上不回家,居然在这里和男人口,这他妈的,还是老师吗? 秦思雨在他的眼里,形象一落千丈。 第二天交接班之后,张小驴刚刚想休息一下,手机突然响了,一看是那晚在记者村小区拦住自己的保安大强子的电话。 强哥,找我有事? 张小驴问道。 卧槽,这边出事了,你那天送回来的那个女人,被人堵门了,现在正在报警。 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娘们,将那女的打了一顿,险些在小区里扒光了衣服。 这不,刚刚被我们救到了保安室里,正在等警察呢?你们什么关系?你看这是咋办? 大强子还没说完,电话就挂了。 张小驴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,立刻就撒鸭子跑了出去,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记者村,一路上都在催着司机师傅快点。 下车的时候,张小驴看到小区门口围着不少人,于是冲了过去。 让一让,让一让,张小驴人高马大的,很快就冲进了人群里。 这个时候,看到几个老娘们堵在保安室门口,大强子站在门口,身上的衣服都被那几个老娘们给撕烂了,大强子看到张小驴来了,心下烧安。 而张小驴驴隔着玻璃看了一眼保安室里,一个保安死死地顶着门,而李文英身上的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,好在是乳罩和裤子还在,双手抱肩,瑟瑟发抖。 干啥呢?张小驴挤到了大强子面前,大喝一声,一下子就把现场的人给震住了。 几个老娘们看到这一幕,回头就要挠他,质问道,你想干嘛,我们是来捉奸的。 这个小狐狸精勾引人家老公,你让开,你算个什么东西。 滚蛋,张小驴再次大喊一声。 他见这些人都被吓得一愣的功夫,指着那几个老娘们说道,我问你,你们几个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吗? 是个屁呀,他们都是外面的,来闹市的,还打人了呢? 大强子说道。 张小驴看看大强子,扭头说道,好,不是这个小区的,好,我看看你们谁还敢动手,再动手试试。 张小驴刚刚说完,一个娘们的巴掌就扇到了她的脸上,一瞬间张小驴被打得有些猛,想都没想,甩手就是一巴掌。 这一巴掌打得,直接把几个娘们打蒙了,保安赶还手了。 他妈的,老子大不了回农村种地去,我让你再打我,让你再打我,说着。 抬脚对着这娘们,就是一个窝心脚。 这还不算完,把这女的打倒在地之后,上去还踢了她一脚,然后对着威上来,打自己的另外三个老娘们,大打出手。 这几天跟着灵虎学散打,终于算是有了用武之地,不到一分钟的时间。 几个老娘们被张小驴打倒在地,然后推开了保安室的门,将自己的衣服披在了李文英的身上,护送着她离开了保安室。 临出门的时候,一个娘们试图抱住张小驴的腿,又被她狠狠地踩了一下手掌。 这一次,张小驴算是豁出去了。 凡是接有代价,张小驴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关进了派出所,而来接她的是灵虎。 刚刚坐进车里,灵虎的大巴掌打到了张小驴的头上,连着打了两次,张小驴都没动。 你是猪脑子吗?怎么能打女人呢?你知不知道这是很恶劣,现在多少人都想打死你呢? 你算是臭了,我们公司受你连累,这下好了,对方要告我们。 灵虎说道,师父,这是我知道我做得不对,但我是自卫,是他们先打我的,而且是他们先打的我们的业主,大强子顶不住了才给我打电话的。 你放屁,你以为我不知道咋回事,你和那个女的什么关系? 灵虎忽然问道,张小驴知道再狡辩下去也没意思了,于是实话实说道,她是我姐姐,干姐姐,一个报社的记者,就是年前去我老家采访我的记者,前几天请我吃饭来着,认了干姐姐。 真是干姐姐?还是干姐姐? 灵虎问道,说着,挤动了汽车,回去的路上说道,你暂时别在保安队干了。 我们公司的保安现在被盯上了,你去清洁队干吧,还是在大学里,打扫卫生。 平时戴上口罩,不许摘下来,我告诉你,要不是收了你当徒弟,我真想把你开了。 爱去哪去啊,别在这里给我惹祸。 嘿嘿,师父,你要我怎么样都行,只要别开了我,我今天真是有些冲动了,以后不会,绝对不会了。 张晓驴说道,灵虎说道,现在的情况是这样,那几个娘们要告我们,那位李小姐也要告他们,他们还在派出所关着呢,要不是所长是我战友,你小子就在里面过夜吧。 对了,你知道咋回事吗?就知道替人打仗,以后有点是非观念好吧。 师父,我发誓,以后绝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,你知道这个人不是惹是生非的人,这一次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 张晓驴说道,灵虎看看张晓驴,说道,小驴,这里是城里,你要明白一件事,那就是这里不是你们陈家寨,只要是打不死人都没事,这里是城里,屁大的事都能闹成大事,你也要搞清楚。 你替人出头值不值得,人家感谢你吗?别好心做了坏事,到时候人家不领情。 嗯,我知道,师父的话我一定记在心里,记一辈子。 张晓驴说道,那就好,该说的我都说了,你爱记不记? 哪能呢?我肯定是都记在心里了。 张晓驴嬉皮笑脸地说道,张晓驴这一架打得,从保安直接成了保洁, 现在也只能事先避避风头了。 现在很多记者都盯上了康杰公司的保安,到处都在找张晓驴,还有人去了张晓驴的老家。 但是张晓驴就像是消失了一样,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,打扫着卫生。 而这个角落就是商学院办公楼的厕所里。 他负责这个楼上的所有厕所打扫,这也是他主动要求,而且是林虎直接安排的。 林虎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,但是警告他要是再惹事,直接把他开了。 师徒情分也到头了,虽然他很喜欢张晓驴,但是他还得做生意呢,把公司搅黄了。 几百号人吃饭怎么办,所以这几天张晓驴一直都很安分守己,让他唯一感到不爽的是李文英音讯全无,不知道去了哪里。 他试着给李文英打电话,但是一直都是关机的状态,他知道谁遇到这样的事都需要一段时间静下来想想怎么办,毕竟这事真是太丢人了。 让张晓驴奇怪的是,这几天秦思雨在办公室里待的时间也很短,都是来到办公室拿了东西就走,有时候干脆不来了,这让张晓驴一下子觉得闲得蛋疼。 不过,他很快有了新的发现,那就是,厕所也是个战场,不,不是战场,是个消息来源地。 这里时常会来三三两两的老师,这些老师都会把他当作透明人,时不时在厕所里说一些很有趣的话题,比如对秦思雨的评价。 这些话,他都小心地记录下来,等到这些人离开的时候,他都会偷偷地拍张照片,然后存下来,这些人都说了啥,什么时间,什么地点,所以,永远不要在厕所里谈工作和八卦,因为这里有个透明人。 终于,张晓驴等来了李文英的电话,喂,英姐,你没事吧?张晓驴担心地问道,没事,你,现在忙吗?不忙,有什么事你说,需要我做什么?张晓驴问道,不需要,我就是问问你,我看到外面的消息了,你还在干保安吗? 不干了,换了个工作,没事,这都是小事,你只要没事就行,英姐,别放在心上,没有过不去的砍。 嗯,我知道,你要是有时间的话,过来一趟吧,我朋友也是开公司的,你要是干得不顺心,或者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我可以帮你介绍新的工作,毕竟这事也是因为我。 真的不用?嗯,你要是方便的话,我倒是想见见你,可以吗?张晓驴问道,可以,我把地址发给你,你有时间可以过来,我现在,住朋友家里。 李文英说道,不一会,李文英从微信上发来了一个地址定位,还告诉了他具体门牌号,张晓驴看了看,准备待会下了班,就过去看看他。 因为下班早了点,所以从地图上,看离这里不是很远,张晓驴是走着过去的,到了小区门口,还被拦住登记,还要给业主家里打电话询问才放行,这里是聚顶花园别墅区,查得严格极了。 张晓驴一户一户地找过去,心想,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在这样的地方买一套房子住啊? 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,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实现这样的愿望。 当然了,以后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他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的。 他没想到,开门的居然是秦思雨,差点叫秦老师,你好,请问英姐在这里吗? 他给我的地址是这里呢? 进来吧,他在里面等你。 秦思雨微笑道。 秦思雨居然一点都没认出来他,这让张晓驴心里感觉轻松了不少,但是秦思雨好像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,但是碍于好友的面子,他才同意让张晓驴过来的。 李文英精神倒是还可以,但是脸上的几道伤痕还非常地红肿,看得出来,已经上了药,只是还没痊愈而已。 英姐,你的脸没事吧?张晓驴关切地问道。 不好意思,让你看到英姐这副德性,我只是觉得,你帮我出头,想知道你怎么样了。 我听说你是被公司保出去了,但是随即就失踪了,怕你出事,你没事吧? 李文英走过来,站在张晓驴的面前,问道。 没事,我找了个保洁的活,保安暂时干不成了。 张晓驴说道。 你说你,还是这么冲动,要是真把那些人打个好歹,我怎么对你父母交代? 李文英说道。 英姐,你的脸要是毁容了,我非得把他们每个人的脸都划上几刀,一个都跑不了。 我找人打听清楚了,那几个娘们都是被其中一个人雇佣的,等过了这几天风头。 那几个娘们,我饶不了他们,什么钱都敢赚,我让他们有命赚没命花。 张晓驴拍着胸口说道。 说什么魂话呢?这是到此为止,我也不想追究了,我想过了,这事是我做的不对,是我活该。 英姐,这话不对,你就是做错了任何事,也轮不到他们来卖泰你。 我非得把这几个娘们收拾的服帖的,让那个雇佣他们的人心里害怕才行。 张晓驴说道。 算了,这事就到此为止了,你要是听我的,我们就还能见面,你要是不听我的,那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。 李文英洋装生气地说道。 女人不是喜欢男人吹牛,而是喜欢男人为了自己吹牛,就像是刚刚张晓驴说的这番话。 但凡脑子清楚一点的,都知道这就是在吹牛逼,可是聪明如李文英这样的大记者,也被眼前的这个小男生的话欲贴得心里舒舒服服的。 从这件事出来之后,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,都是委婉地劝他忍了算了,这是不值得张扬。 要是这事闹大了,他就更加都没面子了。 不得不说,这些人的劝说都是金玉良言。 但是此时的李文英需要听的是这些话吗? 当然不是,他错了他自己不知道啊。 还用你们这些人来瞎咧咧,但是唯独张晓驴不分青红皂白,就是要替他出气。 就是要替他找回面子,这才是此刻他需要的,虽然明知道不能这么做。 秦思雨看着这两人在那里旁若无人地闲聊,说道,要不然,我回避一下,你们先聊一会再说。 不用,你讨厌不讨厌啊,来,帮你介绍下,这位是我的闺蜜和最好的朋友,秦教授,财大的。 你不是在财大当保安吗?他也是财大的。 李文英说道。 哦,秦教授好。 张晓驴笑笑说道。 这位是张晓驴,你这名字太别扭了,让人还以为你是驴呢? 李文英说道。 张晓驴笑笑,心里说道,我是不是驴你,还不知道吗? 在这里装啥呀,但是装也是一种本事,把没有的事装得和有事的,把假的装成真的,这可不是一般人的功夫。 哪个字? 秦思雨问道。 英姐,其实在陈家寨,我是骗你的,我的名字就是叫张晓驴,你去我家采访时,我父亲正在病着。 其实他是一个乡村画家,一生酷爱画黄昼先生的驴,在我小的时候,就为我取名小驴,长大了上户口,也没取别的名字,为此我妈还和她大吵了一架。 但是事情都这样了,我上学时也没少被人嘲笑,我都习惯了。 张晓驴一本正经地解释道。 这个是,他在听了秦思雨讲的一节课之后想到的,那节课,就是怎么为你的产品和思路包装。 意思就是把现有的东西解释得高大上,让人觉得合情合理,这不是简单的事情。 尤其是在张晓驴给自己这个名字找解释的依据时,更是想破了脑袋。 在手机上到处搜索关于驴的解释和趣事,七凑八凑地做了这么一个解释。 他决定以后就是这么解释自己名字,至于他爹是不是乡村画家,谁知道呢?谁去调查呢? 是吗?我以为是你的混号呢?原来你真的就叫这个名字啊。 李文英说道。 张晓驴不好意思地点点头,这个解释倒是让秦思雨有些兴趣。 这么说他的父亲还是个文化人,比一开始介绍他是个保安印象好多了。 于是说道。你们先聊,我去做点吃的。 秦思雨走后,张晓驴小声问道。你和他是好朋友啊? 是啊,怎么了? 没事,我时常去偷听他的课,他不认识我。 我认识他,刚刚差点叫秦老师,还好忍住了。 张晓驴说道。 是吗?待会我帮你们介绍一下,到时候你再去听课,免得你被轰出来。 秦老师是我最好的朋友,人很好的,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。 李文英说道。 张晓驴心想,我现在也知道了,调戏男学生,和其他人在车里口。 这样的女人,的确是个极品,浪得一批。 秦老师讲课很好,我差不多都能听懂。 张晓驴吹嘘道。 是吗?那还不错,我没想到你会去听他的课,商业类的课很无趣。 李文英说道。 不,秦老师讲课很风趣,直白得很,我这样文化水平的都能听懂,就说明是讲得真好。 我去听他的课,主要是因为他的一句话,他说,他讲的都是怎么赚钱的课,我很想赚大钱啊,所以就坚持去听,不过我做保洁就不行了,白天没时间去听课了。 张晓驴说道。 是吗?那还不错。 秦老师,刚刚我弟弟说你的课不错,他经常去蹭你的客厅,下次不要赶他出来啊。 李文英一边为张晓驴削了个苹果,一边朝着厨房里喊道。 你听过我的课? 哪几节课? 秦思雨一听来了兴致,把菜拿到了客厅里来择了。 张晓驴看了一眼李文英,之间李文英朝着他使了个眼色,那一死是让他大胆去说。 他知道,这是李文英在给他创造机会呢。 于是,张晓驴把自己在秦思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,还有秦思雨讲过的一些案例,都复述给秦思雨听。 开始时,秦思雨真没当回事,就当是聊天解闷了。 可是没想到,张晓驴几乎是把自己几节课的内容都给背下来了。 这脑子可以啊,真没怎么上过学吗? 秦思雨不信地问道,对自己的课记得这么清楚,就是自己那些正规的学生也做不到啊。 嗯,初中毕业,父母身体不好,我就自作主张不去读书了,一直都待在家里。 要不是今年春年闹了点事,我也不会认识英姐,我能出来打工还是听了英姐的话。 在老家里怎么混也就是那样,没钱拿什么孝敬父母,所以就把家里的事安排了一下就出来打工了。 张晓驴说道,他在家里搞的那些事,真是挺有意思的。 对了,用你的话说就是还挺有商业头脑的。 于是,李文英把张晓驴在自己家里田地里干的那些事,都说给了秦思雨听。 秦思雨还不了解这事,听了李文英的讲述之后,简直对张晓驴刮目相看了。 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借机生蛋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案例啊。 没想到一个山村里的小伙子居然能想出来这么有创意的点子。 看不出来,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 不简单,秦思雨正要仔细说说这事呢。 他的手机响了。 他拿起来一看,拿起手机上了二楼,显然这个电话不想让人知道是谁打来的。 对了,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? 张晓驴看向李文英,问道。 还没想好呢? 这么一闹,我也没脸去上班了,那个人也被调离报社了,于死网破啊。 李文英叹口气,说道。 那以后呢,要不先休息一下,出去旅游一段时间,要不你去陈家寨吧? 我给我小妹说一下,你住我家就行。 张晓驴说道。 李文英笑笑,脱口说道,你不回去,我回去干嘛。 说完这话,又觉得有些不妥,于是补充说道,我的意思是,我上次却是为了采访,理由正当。 我现在去你家,算什么? 按你说的,我还得被你们村那些人的唾沫星子淹死。 再说了,你未婚妻还在寨子里呢?我回去,她不得天天去闹啊。 张晓驴说道,那我陪你回去。 不用了。 还没说完,秦思雨从楼上下来了,说道,我出去一下,我家那口子出事了。 什么事啊? 李文英站起来问道。 没有听到秦思雨的回复,只听见车库里汽车发动的声音,然后就听见秦思雨开车的油门声很大,很快别墅里就恢复了平静。 我不想做记者了。 李文英说道。 张晓驴没之声,自己都没着落呢,哪有资格去指导别人怎么生活和工作? 那也行,你是有文化有文凭的,干点什么不行,就算是不做记者了, 也会有很多好工作任你挑。 张晓驴说道。 李文英看着他,不是那种说话时不经意间的对视,而是直叮叮地看着他。 我累了,想去睡一会。 李文英说着站了起来。 那我先走了,过几天再来看你。 张晓驴说道。 不过让张晓驴意外的是,李文英居然没吱声,静止地上了二楼。 本来已经走到了门口的张晓驴越想越不对,转身去了楼上,对着楼梯口的房间开着门呢。 李文英就住在这个房间里。 到这个点了还没回来,这到底去哪了? 两人在床上进行了必要的动作演示之后,就在没腻在床上。 毕竟这里不是自己家里,这是秦思雨的家,万一秦思雨回来,看到这一幕会不会笑话他,这都是他考虑的。 毕竟自己比张晓驴大七八岁呢。 他刚刚不是说他家那口子出事了吗?要不然打电话问问。 张晓驴说道。 张晓驴刚刚说完这话,李文英早已拿起手机打了出去,电话那头响了很久都没人接。 十分钟后,秦思雨打了电话回来。 但是电话接通后,秦思雨不说话,直接就是哭。 李文英着急地问道,到底出什么事了? 你倒是说话啊,别着急,我们一块想办法啊。 老钱,老钱他,他被抓了,秦思雨在电话里说道。 被抓了是什么意思?老钱怎么会呢? 李文英文言一下子愣住了,问道。 电话里说不清楚,我这就回去,你等我回去。 等我,秦思雨在电话里依旧是气不成声。 电话挂断,张晓驴看向李文英,他愣了一下,说道。 他老公被抓了,不知道是因为啥? 是不是女票仓被抓了? 张晓驴来了这么一句,在他的印象里,秦思雨在外面和人有一腿, 他老公要么是知道,要么是也在外面胡搞,这样两口子才会互不向欠吧。 李文英摇摇头,说道,不可能,老钱还是很爱秦老师的, 他们夫妻一向都是很恩爱的,怎么可能呢?你别瞎说。 嘿嘿,我就是瞎说的,应该是别的事吧。 张晓驴说道。 半个小时后,秦思雨总算是回来了,张晓驴也非常之趣地告辞离开了。 李文英扶着秦思雨到了客厅里。 到底出什么事了?我可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惊慌是错过,老钱出什么事了? 李文英问道。我也是刚刚知道,去国土局的梁局长出事被抓了,把老钱供了出来,因为去年的一块地,老钱给他送了不少钱。 秦思雨说道。 秦思雨说道。 什么?那,那这是能坐实吗? 李文英文言也是一惊,问道。 我不知道啊,公司里的事都是老钱在打理,我从来没插手过,所以现在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公司里也是乱成一团,我该怎么办?怎么办啊? 秦思雨现在是六神无主,比起李文英那点事,秦思雨这才真是叫贪上大事了呢。 那,那这是得找个人问问啊,是纪委的人还是检察院的? 李文英问道。 纪委的,我根本不认识区里的人,而且梁局长的案子是市纪委办的,我现在是,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,我该怎么办啊? 秦思雨抱头痛哭,哭得李文英也是心烦意乱。 哎,你听我的,现在你一定要稳住,无论是案子的事,还是公司里,都指望你拿主意呢。 李文英说道。 那,我现在该怎么办? 秦思雨一把抓住李文英的手,问道。 短短几天的时间,两个女人各自经历了他们生命中最难熬的事情。 李文英站起来,在客厅里走了几步说道。 这样吧,我还认识几个市里的人,我现在和他们联系一下,看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消息。 秦思雨文言猛点头,好像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李文英的身上,但是很遗憾。 李文英打了几个电话,那些人都说,不知道这事,其中一个人倒是支支吾吾。 但是到了最后,李文英明白了,对方不想在电话里说这事,现在通讯是比较发达。 可是也给消息的泄露提供了方便,一个不小心,就可能被录音录像,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我出去找他问问情况,他不愿在电话里说这事,李文英说道。 可是,那个娘们放出话来要你好看,你的事还没完呢,要是被人堵在外面怎么办,要不我陪你去吧。 秦思雨说道。 李文英愣了一下说道,不用,我叫张小驴陪我一起去,让他在车里等着,真要是出事有个照应,没事就算了,你放心吧,我没事。 真是因为送钱被抓的。 张小驴在约定的地方上了车,听了李文英简单介绍了几句。 是啊,行贿啊,不知道数额大小,要是真的数额很大,我看一时半会难出来了。 李文英说道。 奶奶的,太吓人了,我还给我们村主任和巴书记送了钱呢,他们要是被抓了,是不是也会把我牵连出来。 张小驴问道,那是肯定的,不过我好像听你说过,他们是逼你的,这个是所惠,你是被逼无奈,应该问题不大吧。 李文英说道,但愿他们不要被抓吧,她奶奶的,没送钱之前,我恨不得他们当时就被抓,然后千刀万剐,可是现在,我倒是希望他们千万不要被抓,这是不是很矛盾,就没什么好办法了。 张小驴像是在询问,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说道。 有啊,最好的方法就是,不送钱,不行贿。 李文英说道。 英姐,你是记者,见多识广,你说现在要是不送的话,能干成事吗?做生意能赚到钱吗? 就像是老钱,能拿到政府的项目吗?就算是前面这些都能顺利完成,那做完了项目能拿到钱吗?我老板虎哥就是因为当包工头拿不到钱,这才转行做物业的。 张小驴说道。 张小驴的话让李文英无言以对,这个极少走出小山村的家伙都知道这些,谁还能阻止这个适风日下的社会在浑浊的污水里挣扎。 你这些都是,从哪听来的,社会总体还是好的,而且这些破事也在纠正吗?李文英说道。 这还用听吗?手机里的新闻APP是干啥的,你还真以为我没出来过就不知道山外是什么傻样子啊? 张小驴说道。 好,是我小看你了,不过要对社会心存善念,这个社会还是有闪光点的。 李文英说道。 张小驴闻言没之声,闪光点也好,黑暗也罢,那些离他还是有些距离的,在陈家寨的时候,他面对的最主要的挑战就是生存和传宗接待,现在到了城里,他面对的主要是生存,更好的生存。 你在这里等我,落地窗那个难的就是,我要是有什么事的话,你就去找我。 李文英说道。 那行吧,我就不下车了。 张小驴说道。 李文英说完就下车离开了,将车钥匙交给了他,等到李文英进了咖啡馆之后,张小驴也下了车。 他可没这么老实,他现在对城市里的一切都很好奇,所以也想见识一下这个所谓的咖啡馆是什么样的。 当然了,好奇心在心里作祟才是关键,他倒是想听听李文英和这个人谈什么,而且这个人能答应李文英出来,还这么晚了。 这都是说明了一件事,那就是李文英和这个男人的关系不错,不知道怎么的。 张小驴不自觉地就把李文英看成了是自己的女人,这时候他独自一人去见一个男人,他心里没想法才怪了呢。 所以就想着跟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男人,这人是干什么的,和他到底会谈些什么。 卡座的座位很凑巧,李文英走进去的时候,那个男人正对着门口,这主要是便于看到自己等的人,李文英就坐在了他的对面,当然就是被对着门口了。 所以张小驴走进去的时候,正好是坐在了李文英的背后,和那个男人一样,面对着门口。 这么说,很难打点了。 李文英问道,前面的话张小驴没听到,但是后面这句话张小驴算是听到了,这说明秦思雨的老公这次犯的事不小,就连打点的可能性都没了。 老梁这事不是一年两年了,据说从去了连水区,就开始下手了,钱红亮送的算是少的,还有几个人送的比他多了去了, 但是那几个人都早知道消息出国了,都在香港等消息呢。 国内也在不停地做工作,毕竟不少钱都是老梁主动要的,所以还是比较好操作的。 但是钱红亮前几个月都在国外,怎么突然回来了?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?据说,他们的意思是,这次老梁是跑不掉了,也要抓几个送钱的典型,重判,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。 所以我说,老钱这事,你们还是不要多想了,现在找谁都没用,这个是上面恼火了,现在谁敢说话,还是扎好篱笆,等待最新的消息吧。 还有,不要到处打听了,一来是你们也打听不到消息,二来呢,也让办案组觉得你们不老实,没意义。 男人低声说道,那行,我知道了,谢谢你侯局长。 李文英说道,没事,要是举手之劳,我知道你和秦思雨的关系,我也是担心你到处乱打听,被人盯上了,你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。 侯局长犹豫了一下,问道,没事了,谢谢你,要是没事的话,我先回去了,秦思雨还在等消息呢。 李文英说道, 那就好,对了,等一下,嗯,我知道这时候说,那是不合适,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你,考虑得怎么样了,就算是发生了这事,我之前说的话,依然算数。 侯局长说道,李文英文言一愣,说道,谢谢你,侯局长,我现在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,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。 没问题,我等你,我妻子去世也有三年多了,我想很多事我也该为自己和孩子考虑一下了,孩子很喜欢你,我们要是结婚的话,你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问题。 侯局长低头自说自话道,李文英没再说话,站起来笑笑,说道,我先走了,改天再聊吧,今天这是难为你了,我知道这不合规矩,但是,我,谢谢了。 这是张小驴第一次听到李文英说话,这么语无伦次,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她是等着李文英出了门之后,这才慢慢站起身出了门,绕过了停车的位置,从一旁的绿化袋里出来了。 你去哪了?李文英有些生气地问道,晚上吃得肚子不舒服,上了个厕所,怎么样,都问清楚了。 张小驴问道。